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麻煩同學呢 您進到這個地方齁 這個網址是1234-1 有沒有 網址是1234-1 know.net 你就打到這邊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到這個網站之後呢 你看到我們在右手邊 有標準的跟 當客人的 你們當客人就好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齁 來你滑過來之後這邊 你可以看到呢 這裡你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取得 這個訪客代碼 它會給你一個八位數的 你把這個號碼記下來就可以 萬一等一下進去了 忘記了 在右上角還有 那麼你用第一次呢取得之後呢 下次你想要再進來 就在這邊直接打你原來的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你的所謂的學習紀錄 你原本的什麼 就是 有加入我們的群組都OK 你看點一下 有沒有取得一個代碼 有 就在這邊齁 好 那你看齁 我了解了 好 現在就進去囉 好 進來之後呢 如果你剛號碼已經忘記了對不對 有沒有 右上角還有 對 這樣知道了齁 好 那麻煩你 第一個動作進來之後 請你來更新一下你的個人資訊 因為這樣子我也不知道你是誰對不對 對啊 對啊 所以你來編輯一下 把你的姓跟名 改一下喔 好 改完了你按儲存就好了 好 改完儲存就可以 那麼 我們的資料會放在哪裡 會放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叫發現 是的 發現這邊就是屬於公開的課程 好 公開課程 那我們呢 今天的研習的話呢 是放在群組 群組就像班級的概念齁 所以你點一下發現裡面的群組 有沒有看到我們第一個了 這樣有沒有不小心知道老師叫什麼名字了 知道 叫我 你可以 你有興趣可以Google一下我啦 哈哈哈哈 好啦 反正你點進來 點進來 右上角是不是有個加入 是的 就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按了加入就可以進到我們裡面來 那麼 下次怎麼進來 不用再找那裡了 因為呢 你剛剛是不是在這邊加入過了 下次的話 你用相同的代碼 你就按群組就好了 因為你有加入過了 就從這邊就可以進來了 不用再去找了 這樣知道嗎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會不會加入了 會了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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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